宋煞的没想到大浪打过来 传出了溺水的意外 桃园一间公庙13号深夜 有十多名信徒在海边举办 中原普渡送王船的仪式 在过程当中有四人落海失踪 今天清晨寻获送医急救 三人宣告不治 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 还有一个人命危 仍然在医院观察当中 沙滩上宋煞用的王船还留在原地 仪式还来不及完成 这里就发生落水意外 13号深夜11点多 桃园一间公庙共19名信徒 直角后来到永安渔港附近海滩 进行中原普渡送杀仪式 但就在下水放王船的过程中 突然一个大浪打来 造成四人不慎落水 同伴健壮后赶忙下水救出其中两人 警销货包到场立刻进行搜救 一开始人员手牵手下水还踩得到沙滩 后来就突然踩不到了 在意识慌乱下有人溺水 直到清晨4点多才找到失踪的两人 但落水四人被救起时都没有呼吸心跳 而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 由于意外发生时正在进行仪式 这种巧合难免引起众说纷纭 听起来有点毛 可是没有根据的话 我应该还是不会相信 鬼月的时候真的会比较长 这个不大一点 鬼月会比较多一点 不过这地点是有设立告示牌 提醒民众下水务必穿着救生衣 或救生装备 但庙方人无视告示 在长超市以身涉险 没想到却发生意外悲剧 记者林珠强团明报道 欢迎订阅 杂业